佛说,一切如来本起因底,皆依原兆清经绝项,永断无名,方程浮道。 几千年前的古书中居然藏着对后世两千年的预测,甚至一一应验,最可怕的是,他竟然预言了八亿冲突。 是真的暗藏天机,还是碰巧呢? 这个被誉为中国古代第一的禁书对2024又有什么预言? 推背图是中华道家预言第一奇书,融合了异学、天文、诗词、谜语、图画为一体,以推算大唐国运。 推背图最后一挂地颂约,茫茫天数此中求,是道兴衰不自由,万万千千说不尽,不如推背去归修。 万物兴衰更替都已存在于天道,发生和不发生都是必然的,这也恰好说明了预言存在的合理性,没有变量的更替,或者说变量业已是定数,才能准确记录下来。 而送中的后两句则是书名的来源。 说到推背两字,还有这样一个小故事,当时李淳风和袁天刚,接下唐太宗指派的推演唐朝国运的项目,立刻就展开了项目调查和资料筹备。 当夜月明风轻,二人抬手惯星,只觉时机已到,于是布下阵法,一挂补策,太上四明,九门发惊,耳目悬彻,通真达灵,李淳风呼绝,神识已入先则伏地,灵感喷勃,未来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。 他奋笔即书,一口气记下了两千年的国运,此时一旁的袁天刚见识不妙,因此从背后推了他一把。 长言道天机不可泄露,此法有为天道,因此推演的人会付出代价,李淳风无意间已推算到了唐后两千年,再算下去恐怕小命不保,因此袁天刚赶忙制止了他,推背图也由此得名。 当然,这只是民间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,并没有任何史料依据,然而李淳风和袁天刚二人,却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。 李淳风齐周庸人,他的父亲叫李波,曾在隋朝做官,任高堂县位,后来器官做了道士,开始了写作生涯。 李淳风小时候就聪慧机敏,通晓群书,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,他在天文立法之学上也大有造诣。 贞观初年,他对道士园外散其郎妇人君所著的物银原历,提出十八条意见,七条被采纳,因得赏识入了太史局。 当值年间,他驻法相志,编制林德利,以四战等凡十余部,又整理了十部算经。 在天文数学,医学方面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。 袁天刚一周成都人,随莫曾认资官令,精通补香之术,前前后后替人看了好几次相,无疑不应验。 后来,唐太宗听闻他的名声,就把他招来九成宫,他的看向地点由此从宫外转移到了宫中。 据史料记载,袁天刚曾旅居浪中,并在盘龙山前驻观星台,从事天文考察和研究,在星象天文方面大有造诣。 民间认为袁天刚乃是天刚星中智慧之星下凡,所以称其为袁天刚。 一日天降奇异,又接连几日灾祸频频,唐太宗忧心忡忡,于是命袁天刚补测吉凶,袁天刚掐指一算,预言近日并无凶兆。 但唐三代之后由武士起而灭唐,唐太宗听之大惊失色,想要斩草除根,幸得袁天刚一番说辞劝阻了他。 这一流传也使得推背图创作者的说法形成了两派,一派支持李淳峰,一派支持袁天刚,之所以二人一同所做,更容易被世人所认可,大致也是延续了两派的中庸之道。 推背图中记录的预言到底有多准,以至于至今无人看破其神秘的面纱。 推背图第三项的称曰,日月当空,照林下土,扑朔迷离,不闻一武,送曰参遍空王色相空,一朝重入帝王宫,一只拔净根,犹在,窝窝沉积,熟士雄。 先看衬,日月当空,照林下土,武则天曾为自己命名为赵,正好契合日月当空的谜底,且独作照音,所以这一节意指武则天将军临天下,再看扑朔迷离,不闻一武,指出武则天的姓氏。 接下来,我们看宋语,参遍空王色相空,一朝重入帝王宫,公元649年,唐太宗李世民死后,武士随众赶叶寺维尼,直至公元654年再次入宫,所以从参遍二字来看,武士在赶叶寺中广读经书,正应了参遍空王色相空,一朝重入帝王宫,指的是武士在赶叶寺中做尼姑的时候。 因为与高宗优惠而得以重入帝王宫,再看欧窝臣姬熟士雄,原本只有公鸡,才会在黎明时分高升,名叫,有熟士雄却可见母鸡,也在高升名叫,以至雌雄不分,因此此具一指武士已经成为了唐朝的实际统治者,而这一年也正好是基年。 而最近有人破解出了他对于现实的预言,我们一起来听,推背图中说,2024年后,进入三元九运之离挂。 在十个阿拉伯数字中,数字九是极阳,极大,极尊之数。 有人说中国的幸运数字是九,因此每逢九的数字年份都会有大的转折和新的机遇。 还有人总结出了从1919至2039年的四个发展阶段和机遇节点,也就是从2024年以后,一直到2039年,这二十年将进入三元九运中的离挂之下。 而美国则会日渐衰落。 或许在多数人眼里,美国依然是个强大的国家,不论经济或是军事、科技,依旧是世界顶尖的。 但是,曾世强教授却透过现象而观其本质,发现美国其实是在一天天衰败的,物极必反,盛极而衰,这是亘古难辨的一则定律。 曾教授叶说,美国在不久的将来会分崩离析,为什么? 因为它违反了一条天理,只要你灭人家的国家,人家一定灭你,人家灭不了,天会灭你。 美国一直以来以世界警察自居,但并没有给世界和平带来任何帮助,反而总在挑起事端,掠夺他国资源,干涉他国内政和挑唆矛盾, 更野心勃勃地认为自己是世界霸主,进而打压其他国家发展。 这样的强权主义自然是很难长久的,世界各国对于美国,心底可能都是厌恶的。 但迫于美国的威压之下,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。 而到了2035年,人类也许会灭亡,因为现在的环境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了。 曾教授说,以后太阳会越来越红,越来越大,大到把地球整个吸进去。 天气温度急速升高,升至40度,甚至更高,当达到这个温度,人们还怎么活? 持续一两天,你可能就会受不了,如果持续一个礼拜,可能就会离开一批人。 太多的科学案例在提醒我们,人类已经非常危险了,而罪魁祸首还是科技惹的祸。 我们需要科技,但是一定是导正科技。 但曾世强对这个问题的沾挂结果,是人类会共同度过2035年这个难关,人是要靠自救的。 虽然我们不知道,2035年后人类会面临怎样的环境问题,但是曾教授却提醒了人们,应该更加重视环境的保护了,因为现在全球变暖的气候问题已经日趋严重。 根据相关的报告显示,自1979年至2020年以来,北极的冰层平均每10年下降近13%,而其海冰减少的面积相当于德国面积的6倍。 世界各地的表层和亚表层海水温度都在上升,海洋变暖或陆冰融化,导致海平面继续以惊人的速度上升,其中地中海每年上升2.5毫米,全球每年上升达到3.1毫米。 然而,全球变暖还会破坏生态,导致一些动植物灭绝,人类面对气温升高或降低可以靠着科技手段解决。 但对动植物而言生存环境的变化可能直接导致死亡,例如一些热带的动植物可能到了较冷的地区,便很难存活。 最后一个预言,是在2069年全世界会达到大同的境界,每30年就会有一次大的变化,这是自然规律。 2069年,那时孔子的理想会实现,世界大同会变成地球村的一个实际状况。 西方也曾经有专家预言,说在21世纪世界将会统一。 其实,孔子大道之行,天下围攻的大同世界难免让人认为太过理想化。 至于这天会不会到来,虽然没有定数,但是世界大同的理想,却是人们心中所希望的。 总而言之,程世强教授所说,并不是要引起我们的恐慌,而是要警告我们,如今的生存环境已经非常恶劣了。 而人类如果不反思自己的行为,就会遭到更严重的报应。 其实,众生皆平等,人类不该为了自己的私欲,而去伤害其他众生。 信则有,不信则无。 预言不是百分百的保命符,所有的预言都是对当下以及未来的预测从而引起人们的重视,期待人们积极破解。 其实通过不同的预言,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特性,那就是善,所以的预言其实都是在劝人向善。 这个社会太浮躁了,需要我们静下来,多做善意,保持一个慈悲心,多帮助他人。 为人即是为己。 那么,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